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要打的時候 我們從大體解剖來看的話 最外面那層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是皮膚 皮膚在下面就是 Sacro-lumbar fascia 就是說下面是 Sacro-lumbar fascia 然後如果再往裡面的話 在往裡面那一層的話 就是看到針就會通過Matifitus那一層這樣子 然後最後到最裡面去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要把針尖送到那個地方 送到最裡面那一層 那一層裡面有 Interosteo-sacro-elic ligament 還有Pastel-sacro-elic ligament 跟Subatubular ligament 這三個其實就是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就是造成疼痛最多的那幾塊韌帶 也就是說它是最容易會有問題的一些韌帶 這樣子 那剛剛其實有學員在問說 這個Reverpaint的area跟神經的走向不一樣 到底有什麼不太一樣 這個其實他們認為是說 它其實因為我們在骨盆腔的地方的神經 其實並沒有主要大條的神經 都是很維繫的神經 所以目前在解剖上面也沒辦法很明確 就知道到底是哪一個小神經去支配這個部分 所以目前看起來大家還是以臨床的一個 綜合體在做一個判斷這個部分